还是不敢相信啊 觉得不会啊 我这么健康 不敢相信啊 这是2014年躺在病床上的余燕琪 发现罹患直肠癌第三期 当时她还没结婚 态度正面也挺过12次化疗 2017年走入婚姻也生下大女儿 2019年生完第二胎后 癌症却复发 癌细胞甚至转移到肺部等其他器官 在父母余天丽亚平和弟弟余祥全的陪同之下 余燕琪再度进医院做化疗 但是她的化疗也是很痛苦 但是她走过来了 这次应该也是 还要照顾两个 我不哭 不哭我不哭 就是她怀这个男生的时候 她就之前要生散之前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还好就咳嗽 化疗之后再开刀吧 2019年余燕琪戴着口罩束缚 还能自行走路面对媒体 在历经数十次化疗手术 2020年也现身分享心路历程 我真的觉得很好奇 好奇怪 我真的都很 生活做起也很健康 吃的也很健康 怎么会是我呢 余燕琪历经一次又一次化疗和开刀 女儿儿子和先生家人 成了她撑下去的动力 曾经一度陷入低潮 生怕辛苦接受治疗 人逃不过死结 也一度想放弃 也写了给小孩的诀别书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家人 当时愿起边讲边哭 八年抗癌路动刀九次 至少做了七十次化疗 并痛不停折磨 速度身体状况好转 但复发又要继续化疗 肺脏肝脏切除到只剩一小部分 如今39岁的人生谢幕 余燕琪留下父母姐弟 以及先生子女 抗癌之路艰辛令人不舍 TVBS新闻综合报道